姓王爺 拜王爺的 對對對 基督徒 道舊 就是拜一個姓安 工地的宗教發展呢 其實跟其他行業大同小異 也是希望可以透過拜拜 來消災解惡 希望工程可以順利 也就是有一種 包括大家熟知的 開工動土典禮 上涼儀式 駿工典禮 當然有些工地呢 碰上公安意外 也會透過拜拜後 再進行後續工程喔 在台灣呢 主流宗教呢 就有大約二十二個 那你會不會好奇呢 在充滿陽剛味的工地裡面呢 信奉的是什麼教呢 工地 拜什麼 沒有吧 嗯 不太清楚耶 土地公 九天玄女 降落 大概是土地公吧 嗯 土地公啊 之類的 初一十五拜拜 地基祖 應該只有拜地基祖吧 土地公 你不知道 我沒有拜神 隨便猜一個 拜魯斑嗎 呵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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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呵 根據瑞的明察暗訪呢 發現工地裡面祭拜呢 大部分都是天公 就是我們的玉皇大帝 以及土地公跟豬魏財神 比較特別一點呢 工地通常都是從荒蕪一片 開始施作 開始蓋 中間碰好很多典禮 我們會祭拜 天公玉皇大帝 土地公跟豬財神 更特別一點是 我們還會祭拜好兄弟喔 咦 那做工的人本身都信奉什麼宗教呢 信王爺 拜王爺的 對對對 基督徒 道舊 就拿香 拜拜啊 大捲人不要多去 沒有什麼宗教信仰耶 應該就拿香拜拜吧 就可能附近的土地公這樣子 求個平安而已 呃 我無神論 那你本身有什麼宗教信仰嗎 我本身其實是無神論者啦 沒有 我無神論 那你本身有宗教信仰嗎 沒有 遇到什麼事自己去處理就好了 那Ray本身是無神論者 但是如果一段時間過得不太順遂的話 我也會藉由拜拜來祈求內心的平安 那你們呢 我覺得信仰是一種 心靈寄託 就是拜一個心安 我覺得是 心靈寄託 也是迷信 大部分人應該是寄託吧 我覺得算是一種 心靈寄託吧 應該算 精神寄託吧 老婆懷孕的時候吧 就是 求個平安順利這樣 工作的時候 心態啦 要積極 對 有時候心態不對 工作不管怎麼樣都不會好 之前 接Case的時候 業主一直 一直如小 就很不爽 啊 後來我就去 廟裡面拜拜 啊 也不太懂就 亂拜一通 後來就感覺好像有好一點 那業主就很順利的 就把Case繼續下去了 就 抱佛 明神抱佛腳 呃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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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